好,回到第三節 剛才一首《松花崗上》 非常悲壯 對東北三省的失陷 由1936年一位叫張寒暉作的 這首歌 49年後台灣的早期 也很喜歡唱的 是禁歌 因為東北對整個大陸的影響都很大 所以早期是禁歌 因為這首歌 所謂禁歌 我又和長毛有一點衝突 在某一個反日的活動裏 長毛指著我 因為我是親國民黨 他就說 鄭義芳你夠不夠膽唱《松花崗上》 我看死你又不會唱 因為這首歌台灣人認為是禁歌 我說你真傻 我今天帶歌詞來教大家唱 這個是另外一個故事 不抵抗 我們講一講不抵抗 有人叫張學良不抵抗將軍 也都將不抵抗這個命令 說張宗正是落命令的 究竟這件事情是怎樣的呢 說錢卿 講講1931年 9月18號 日本關東軍 借口當時 一件事叫做中村事件 中村是一個中衛來的 那就是在中國的東北那裡 就是被人捉了 被人虐殺 那其後呢 就在這個柳條溝這個地方 那日本呢 就說 喂 中國軍隊就炸了柳條溝這一段的日本鐵路 於是呢 就對中國提出抗議 又放了三個中國軍人的絲 就說呢 這三個軍人呢 這三個中國軍人呢 就破了鐵路 是的 所以 其實那三條是假的 是的 於是呢 又不出聲喔 那中國就和中國交涉的 其中呢 的中間呢 就突然之間 在9月18號呢 就向中國的東北 就是 那時候叫做 北大營 這個是地方 就是 就是瀋陽北大營的地方呢 就發動軍事行動 那就進攻那個地方了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是 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 預警 亦都沒有任何的外交的照會 那這個是純屬一個侵略行為 那是 偷襲尋住的一樣的 是的 那於是呢 就開始了所謂的九一八事變 那 那當時來講呢 九一八事變 當晚 那 北大營 受攻擊 那當時北大營的 那軍官呢 就立即呢 就打電報 就告訴當時正在天津地方的張學良 那他就說 哇 現在呢 就江北 就是這個北大營呢 就被攻 那形勢呢 十分之險峻 那當時呢 張兆瑞呢 就和他兩位夫人呢 就在看梅蘭芳的京劇 那一接到這個消息之後呢 就馬上 是嗎 就回去他當時呢 休養的協和醫院那裏呢 就去呢 就是 繼續病了 去了解事件 那 好了 後來呢 張學良呢 就和 當時呢 駐在天津的所有的軍官 和呢 是當時的命人呢 包括 顧維軍 都是開會 究竟 怎樣去處理這件事呢 這樣 好了 結果呢 他呢 就 依從了當時開會的人的意見 第一 服從中央的命令 這個中央的意思 就是南京政府呢 就是 不作任何抵抗 第二 就是 就是 希望呢 是藉著當時 國際上面的一個組織 叫做國際聯盟的力量 去呢 是迫使日本呢 是停止這個 這個是廢組織來的 這個是軍事 國聯啦 國聯啦 就是後來的所謂 聯合國啦 聯合國啦 但是呢 很特別的一件事就是說 根據當時東北的 將軍說呢 就說 其實他之前呢 遠在1931年之前呢 其實 蔣介石呢 就透過張學良呢 就給了一個電報給所有的軍官 就是 絕對東北的軍官 就說 凡親日本人 有任何的軍事行動呢 喂 不要還擊 就不要抵抗著 這樣呢 叫做一切服從中央的意思 那 而當時呢 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所以呢 後來就出現了所謂 不抵抗將軍 這個的稱呼 有兩個人呢 說到殺有戒事的 嗯 那第一條人呢 就是這個 他的秘書 機要秘書 叫做 郭維成 嗯 他1946年的8月15日呢 在廣播電台呢 就公開講 他說呢 當時呢 就是張學良一接到這個電報 嗯 那麼他就立刻呢 就發了十九幾封電報給蔣介石 他說 喂 怎麼搞啊 那我要請示你才行的嘛 你是國民政府的主席嘛 那我要請示你 那當時 軍事委會不會主席 那當時這個 蔣介石 他又覆了十九幾個電報 他說什麼呢 他說不准抵抗 那好了 忍住負重 重要呢 將那些槍呢 就架起來 放好他 倉庫鎖好他 那又要將一些 那些物資點好 就交給日軍 你說有沒有禁珠呢 他說這些 這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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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麼名字呢 他叫郭維成 他說呢 他還擁有這些 所謂電報 那些原始的資料在這裡 那但是呢 到現在呢 是沒有人見過的 好了 第二個呢 就是 都是這個 張學良自己 西安市變之後呢 在軍事法庭受審 那麼他就說了 他說呢 那些人就說 我出迷東北 他說大哥 我呢 有一封蔣委員長給我的電報 他說呢 就叫我呢 千萬不要抵抗 是 但是呢 這封電報 只是張學良自己說 有 也是沒有見過的 那麼其實 所有指控蔣介石的 所謂有證據的文件 是一封沒有見過的 那麼 那 阿瑟 阿瑟剛才講的 那封電報呢 在歷史上呢 就稱為叫做 《閃》 就是金字編做的《閃》 叫做《閃》 叫做閃電 這封電報 就說由蔣介石給張學良 在31年之前 由蔣介石給張學良 就要他向所有東北部隊的將領 都宣讀這個指令 但亦都這麼說 到後來張學良在台灣 即是1992年 已經是垂垂老耳 1990年 在接受日本的NHK 這個訪問的時候 他就提到 當年是怎樣的呢 就說 當時蔣介石給了他幾個字 叫做相機處理 即是你自己想好了 所以這件事真的 其實那時那個訪問 他就這麼說 他說918事變 他說我認為日本人是用軍事行動來挑釁的 他說所以呢 我下了不抵抗命令 是張學良自己下的 他說所以呢 他說我希望這個事實能夠和平解決 他說我對918事變 是判斷錯誤的 他自己承認 他自己承認 後來呢 有位歷史學家 比較出名的歷史學家 叫做唐德江教授 他說呢 幫張學良寫回憶錄的 考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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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出名的這個教授 他說呢 他跟這個 唐德江 他跟這個 唐教授說 我要鄭重聲明 那句是怎樣的呢 他說關於不抵抗的事件 918事變 不抵抗 他說不但是書這麼說 現在都有人說是蔣介石 當時的 就是中央命令 他說 那些人說是中央命令 和我洗刷我的罪名 其實是不對的 他說 這一個不抵抗命令 是由我下的 所以人家罵他不抵抗將軍 是沒有罵錯 但是罵蔣介石 是罵錯了幾十年 就是到現在 今時今日 有人仍然相信 這個命令是蔣介石當時下的 但是張學良 就是在他臨死前做一件好事 就是把這件事平反 所以跟蔣介石 基本上無關 叫你自己搞定 不抵抗也是一個搞定 哈哈 我們現在看的是 918當時的圖片 日本軍隊侵佔瀋陽 開火 基本上 四天就說搞定 918當晚搞定瀋陽 919就搞定去長春 翌日長春就說佔領長春 第三天佔領刑口 第四天就搞定整個吉林傘 用兵神速 不過在日本又有另一種說法 剛剛我們在說 就是 中國不抵抗 因為其實 侵佔東北 中國高度上國聯 要調查 日本那時候又有另一種說法 喂 東京說不關我的事 本東又這樣說 東京說不關我的事 完全都是關東軍自己搞的 沒關係 基本上 事實上日本 真的都想侵佔東北 不過想著 1932年 提早了一年 大哥 其實當時陸軍大臣 日本東京陸軍大臣 都覺得 關東軍有異動 什麼叫異動呢 就不知道 就是 好像想搞些事 無緣無故調兵顯著 那不行 他派過人 當時日本陸軍大臣 派了個叫建村 去東北 制止去關東軍 那他去到 去東北 去到關東 去到瀋陽 瀋陽那裏 關東軍本身就是總部 那裏 那建村 當晚九一八的時候 關東軍的將軍就跟建村一起去喝花酒 灌脆了去 東京派來帝 灌脆之後 接著就發動九一八 當晚搞的 他們醉了 第二天醒了 搞定了 已成事實 沒辦法 其實當時日本陸軍大臣 內閣 他們說不要再搞了 嚴令朝鮮不准出兵 那時候一路打 四天搞定吉蘭 再擴展 南北擴展 一路砌下去 然後原來朝鮮的兵又抗命 抗命 杜江 侵佔東 關東溫家朝鮮搞定了整個東北 搞定了才跟你說 是不是 所以日本內閣大臣怎樣交代 跟國聯怎樣交代 最後九一八 法朗事兵 日本內閣在1903年10月 臨當 臨當 整個內閣 臨當 滿屆啦 滿屆啦 真厲害 高張不得力 對那些 要負責的那些 全部都在這裡 全部都在關東 自己搞的 他們負責的了 又不像復活 真是第四 那在整個 整個事變呢 日本就在怎樣收波 佔領東北 幾好 當時幾好 整個東北 整個侵佔東北 幾個月之後 日本有三倍 大佬 是啊 當時來講呢 東北對日本來講是很重要的 那而呢 亦都是因為它有一個不抵抗政策 那所以呢 日本可以很迅速地把整個東北 就拿 據為己有 那搞到 關東軍陣陣有詞啊 我可以的 你不准 我覺得 你是理錯的 先斬後袖 是啊 那於是呢 後袖再准 再准啦 那好啦 那我們掌中正怎樣呢 軍事威延長 不行 國力 事實就不行 當時 看回時代 1931年 就918了 剛剛打完中原大戰 搞清楚 打完中原大戰 三零年打完 三零年打完 因為張學入關 打完了 那跟著 開始共產黨就 哇 跟國共大戰 就是那個很不空啊 總之 很不空啊 周深不空 就是中央就很不空了 其實中央就很不空了 那怎麼辦呢 就是918那一天呢 其實 蔣中正就坐著一艘船 叫永衰號 是 就去南昌 是 就看沼匪的 是 沼匪 那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 就是918那天發生的事他不知道 是去到之後就接到電報 那他就在南昌坐飛機回上海 才去再主持個會議 其實當時在那個中央會議 是沒有蔣介石參與的 是那幫自己的友 那幫友仔自己 亂來的 其實當時說 在講繳共嘛 那時候又要搞個四次圍繳 一二三輸了 打第四 那同時間發生 那我有一辦法怎麼樣 我投訴啦 找些鬼子出來 投訴國聯 喂 你日本仔侵召我國 一個廢的組織 就是希望借英美的力量 去禁著日本人 大哥 人家經濟衰退啊 通界民借錢 沒有人借給他 每個人都找東西去混 不就是這樣 雖然我們說廢的這個組織 但是呢 國聯都有他本身的角色 日本人真的 都不敢太亂來 供了這個地址之後 他要想辦法 怎樣跟這個國聯解釋 從國際解釋 但是真的 怎麼交代呢 人家出入調查 喂 你真是侵佔 今次說 不關我的事 原來我是受邀的 原來 其實最大的問題 日本人一直都聽到一個 叫做 滿蒙自止運動 其實 1918年已經開始 他們都想著 不如這樣吧 找個 找個 快女 是嗎 找個人去 去搞個國 不關我的事 日本都說 我的關東關是受邀的 大哥 人家那些滿洲人 要獨立 是嗎 這個日本人呢 是很厲害的 那麼他呢 侵佔了你的土地之後呢 就玩回來的那一套 是什麼呢 就找一個 漢奸 就做 一個偽政權 在當地的成立一個偽政權 就找一個漢奸來做 舉個例子 譬如這個 土圓 土圓言義 那就是 特務投資 黑龍會回首 成為了 就是 攻佔了瀋陽之後呢 做了一個月的瀋陽市市長 就馬上就找一個 他的老友記 叫趙伯恩 這個人 就做這個瀋陽市 就是魏瀋陽市市長 就成立一個魏組織 管治法 那這個做法呢 其實呢 在日本人來說 是很常見的 所以呢 後來呢 因為他呢 要在國際上面 說自己這次出兵呢 是 正當性 正當性 被邀入關的 被邀入關的 不關我的事 那這個佔領得很快 沒錯 很漂亮 而且要幫滿昌人復國 是的 於是呢 就馬上找一個人 邀請寶儀呢 不是邀請 正正是 偷運浦儀 是 由天津呢 就去呂順 然後由呂順呢 就去這個呢 是瀋陽 就建立他 另一個呢 更加大的魏組織 這個叫魏滿洲國 這個魏像我們加上去的 當時叫滿洲國 1932年3月9日成立 普二就執政 成為執政 成為執政的 叫做執政 當時我們還要有個美女 要講講她的 起碼提一下她的名字 那個是梅艷芳 不是不是 川島方趙 梅艷芳曾經呢 是做過這個 是這個角色 那 講這個呢 剛才有個講笑話 因為梅艷芳做得很好的 這個一個角色 那 當時來講呢 在這個滿洲國呢 普二呢 為什麼答應做這個 滿洲國的皇帝呢 這樣 那 其實基本上呢 她是先做執政的 但是呢 她跟這個日本人說 喂 執政我不做 我不know 我們要做皇帝的 那所以後來呢 討價還價之下呢 就讓她做皇帝了 那但是呢 但是呢 但是為什麼 普二 會由一個呢 是滿清的廢帝 會成為一個呢 是 漢奸 寧願做日本人的走狗呢 那樣 其實呢 這個呢 有少少呢 是跟滿洲的 滿洲的貴族 跟日本的皇室呢 有些關係的喔 是啊 這個呢 其實都 真的 相當之中間有些關係啦 第一 幫她當然 娶了小孩 又娶了日本公主啦 這個是第一點啦 那第二點我想 最重要的一樣呢 其實就是 民國成立之後呢 滿洲人 由一個 一個統治階層 突然跌到坑底 是 那個 即是內心轉變 那種心理 心理狀態 心理轉變狀態 哇 跟著民國成立之後 那幫軍閥各具 那些軍閥各個拿著槍 又不採退 你真是滿洲人最厲害 拿著刀的 說來講的都是 都沒有狀元來的 那幫人 結果又不夠把你 不夠把你把槍 不夠把你把槍 那些槍快 那漢人不尊重他 經常都說 驅除達老 經常當他 達老 真的搞錯 說就說五族共和 一堆不給我面子 椅子都沒了錯 是啊 而且呢 民國政府呢 開頭的時候呢 就說尊重 這個呢 是滿洲皇室 但是結果呢 就做了一件 很令到滿洲皇室 甚至是抱怡 是很難堪 很憤怒的事 這件什麼事呢 人家 我們經常都說 祖宗山墳是不能挖的 挖了跟你死過 但是 西太后的墳墓 你老闆就炸爛它 你沒有錢就沒有錢 可以籌款 是吧 那麼炸了人家的 那個西太后的 那個靈墓 跟著杜朱寶 哇 這些軍閥的 孫殿英部隊 大哥 那搞到 阿浦兒好氣 一路之下 就呢 想著 你民國政府這樣對我 我就一不做二不休 於是呢 就要呢 恢復自己呢 滿洲 那個 滿洲國 帝國的一個領土 那樣 不過又是傻了 日本人怎麼會給你做呢 怎麼會答應你呢 其實講到這裏呢 普爾當時 懂不懂日文呢 都說的 應該就不懂 應該就不懂 我覺得你不懂 應該就不懂 他怎麼溝通 中文漢文 對 他應該不懂 他是英國人的老師 但是沒什麼所謂 他都翻譯的 這些日文 可能日本人懂得改中文 你也會懂日文 對 你也有機會會翻譯 如果當時來說 對 當時來說 可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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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有國號 大哥 不是開玩笑的 他真的有國號 做足的 做足 他有首都像新京 新京是哪裏呢 現在是長春 國號叫大同 哈哈 大同 當時的大同 但是呢 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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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煉號叫大同 但是 國聯不是傻子 大哥 你只是搞壇 大龍鳳 你只是騙我 所以 國聯就不承認 對 不承認 日本人呢 據你力爭 結果呢 因為這樣而退出國聯 你不笨我 不信我 我不玩 退出 那你就不要玩 打他 打他 那 這個呢 就成為了日本人呢 在東北的一個傀儡政權 那 那 日本人說傀儡政權呢 就很入一手的 因為呢 他就找了當時呢 阿浦兒 身邊的一些重要人物 去做他這個呢 就是傀儡政權的一些 呃 呃 這些 呃 比如鄭孝衰啊 那些 真的厲害 不過唯一呢 就不准用太監 有沒有太監 有沒有太監 應該沒有了 應該沒有了 話說呢 就是說 不讓阿浦兒有小孩子 這個真是考慮 因為說 就是 那個問題是怎樣呢 就是 溥兒就是 其實 真的 可以不可以呢 都是一個問題 老實實 真的 就是 大個就撥起 他就撥起 對 所以 其實 其實 曾經考慮 當時她的皇后 婉容皇后 當時跟她在所謂新經的時候 溥兒登基之前呢 就去日本 去朝見日本天王 1934年 回來了之後呢 說她老婆大了肚子 就是那個皇后大肚子 到最後呢 生的時候呢 就死了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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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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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做了滿洲皇帝 原來發現副部長全部是日本人 但是副部長是大國的部長 沒有人聽到他們說這些皇帝還需要什麼 以前在谷子禁城裡面也有一些太監 這裡新京也沒有太監 因為相對不覺太監是中國人 日本人不願意做太監 那你全部是日本人 說沒有人採退 那就沒辦法了 普怡後來成為了戰犯 被蘇軍捉了 普怡一生就是這樣 由一個滿清的廢帝 成為了一個為國人所推罵的漢家 這個也差不多 不過講到這個階段 當年搞了八事免 當時個人很氣憤 是 很興奮 要跟他砌過 很多人想砌過 但是同時 事件也越搞越大 搞得這麼大 怎麼收波 本仔怎麼收波 那不如這樣 不如找個地方砌也好 那就開始上海了 保衛戰 我想要說 1932年 我猜未必夠時間 因為只剩兩三分鐘 我們下節說 我們下節就說大上海保衛戰 蔡庭佳將軍 有四分鐘 還有時間 有時間 或者我們又說一下 這個東北 輪探了之後 被日本人拿了之後 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 去了哪裡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東北 當時進了關 中原大戰 接著又不見了東北 大劑了 張學良那時 傻瓜 傻瓜 當時是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是呀 很大的 職位很大的 又叫他不抵抗 於是怎樣 王法 不如這樣去 繳共 繼續幫他繳共 蔡介石 就叫他 你不如帶支軍隊去西北 跟當時西北軍 即是馮玉床部隊 合作 圍剿當時 剛剛去到延安的共軍 這個就是 後來就成為了一個 歷史上一件很重要的事件 的一個復筆 這個階段 我想可能大家讀者 會覺得好像有點混亂 不過簡單說 如果大家印象 中國是一個公雞的話 東北那裏 日本真的在侵佔中 中土那裏 即是江西那裏 其實當時 同時的蘇維埃 中國蘇維埃 是成立的 那幾年在那裏 中國蘇維埃 那裏 而西南 其實也有些軍閥 貴系 李宗仁那一班 電系 電系 廣西 龍雲那一班 而所謂的國民政府 其實整個沿海 上海 一直到北京 在北京 除了山西 就是嚴實山之外 基本上 整個中國版圖 都是分亂 還有局部戰爭 那些軍閥也有盤據 所以 我們上次講的長征 紅軍 一路走 一路走 走到陝西的北面 叫做陝北的延安 陝北的延安 那在這樣的混亂情況 當時 其實當時蔣介石 也推行了一個制度 那制度 我想要講講 所謂的補甲制度 那這個就是由 由整個最基層 最基層開始 為什麼要講講 就 現在我們大家有個身份證 就是戶口制度 戶口制度 當時 中國人口 究竟有多少 不知道 四萬萬 四萬萬 是不是這樣 打個字球三萬萬 不是 五萬萬 唱歌唱八年 都是四萬萬 有生肉 那有例行 推行補甲制 補甲制 是去到村莊裏面 在農村裏面 就是補長 鴿長 所以我們地補 補長 鴿長 跟推行 身份證 推行身份證 中國推行身份證 但是身份很可愛 張子 那怎樣確認身份呢 那 手指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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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所謂肌和斗 手指 A 打個叉 斗 墨圈 因為我們那些手指毛 如果大家看 有些圓的 有些圓的 有些就好像一個 不是圓形 是三封的 圓形 好像那個 手機 手機 一個是斗的 斗形 一個叉 一個圈 總之身份證 五隻手指 幾多個圈 幾多個叉 就是做一個身份確認 當時也是推行人 而這個補甲制度 亦都是在未來 打193 即是開始抗錢 1937 1937打抗錢 就抽撞的 對了 家裏有多少人 有幾個兒子 兩個 麻煩派過來 只是單商號 大佬 機的全部出來了 有些斗 不過那個 你們不叫 本來都出來 因為打本仔 這個 其實 整個中國來說 在我們講的 黃金十年 和當時那個 嚴格軍閥割具 再統一 然後日本人又來 共產黨又 在內部亂 整個混亂 當時 事實上 黃金十年 是做了不少 好 時間到了 我要回答這個 Sui And also Taiwan Know China better than 大陸 Right 沒錯 了解台灣 日本 日本人比大陸更加了解 因為台灣是被日本人統治過的 大哥 他當然是清楚 所以 無論山峰地營等等 人口的布置 日本人一定會清楚 大陸 我猜他都清楚 但是他不清楚 究竟台灣人的民心所向 這個就是了 不過在這方面 我想在結尾講 現在中國工業最發達的 東北 所有重工業都是 對不對 原因就是日本在 侵佔東北之後 在東北被人推動工業化 這個就是日本人 也都 不是日本人對中國 無論是台灣也好 中國都 就是 功過都 留待歷史 但是 侵略中國 為什麼是不對的 他為自己 他為自己 建設 東北工業法 為自己 為自己 將來 將來 去侵略世界 準備 沒錯 但是 都做福了後人 就是 留在這裏 留在那些 後人 能夠做 但是他的罪業 他的罪行 是不容 抹殺的 沒錯 在滿洲國那裏 做些鴉片 給一些中國人吃 這些是完全 是不可以抹殺的 好 到這裏 時間到 我們下周再會 好 拜拜